虽然演习攻略已经不完,但是其中的傅恒的扮演者徐凯,却成功收获了一大波的迷妹,毕竟傅恒在剧中那可是一个足之多谋,正义的,有责任心的演者很高的皇后的弟弟,何维英洛的感情线略哭了一众粉丝,让人直呼心疼。 最近徐凯虽然最近没有新剧提及要开播,但是却热度不减,作为一个放送今日份导笑多的爱豆,徐凯一直是认真的,最近他又被粉丝对了,其应是最近有粉丝机抢偶遇了徐凯,并非人说,看起来徐凯最近伙食不错,其实这样看起来也还行啊,是胖了一点,但是还好吧,但是,是神圣的凶残, 还放大,不放大觉得还好只是一点点,放大之后怎么感觉整个屏幕只有这张脸了呢? 好歹人家也是个偶像啊,还说徐凯虽然开了美颜之后的高小松高老师,确实挺像的,仅供于乐,但是小编还是想说一句, 你们真棒,有双善于调卡偶像的眼睛,真的,之前还有人说徐凯像隐正,本来小编是不信的,但是中分又发福,的徐凯真的很像隐正,毫无为何感,有个粉丝的发言就很棒了,姑娘,你真棒,让人忍着不禁,她是这么说的,这并不是醉皮的, 醉皮的是徐凯知道了粉丝嫌弃她胖之后,她选择了这样,这样,以及这样,你以为这样你身上的肉肉就会被遮掉了吗? 并不会的好吗?请认清现实吧,配上网友们对完整的事件补充感觉更搞笑,事后,徐凯发微博回应自己胖了这件事情,底下的网友真的都太有才了,让人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笑声, 但是这也不是第一次徐凯帮送,今月份的搞笑多了,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徐凯对旁边的女明星说,我快急死了,粉丝的评论是这样的,没有一贯的维护,风儿都是在表示,为什么急你心里没点输吗? 你快闭嘴吧,下次给徐凯拍个小音器,只想哈哈哈哈怎么办,你们太优秀了,之后徐凯发微博表示,我明明很小声的, 你是很小声没错啊,但是你手上有那样小伙子,网友们的评论,也是笑朋友也是徐凯的粉丝全是看脸的,之前就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过了,让人你一度感慨,徐凯的粉丝都是什么人啊,你们收拾收拾出道吧,太优秀了,如此优秀的粉丝,如此急需回应在偶像,如此萌的粉丝和偶像的互动,你们觉得开心吗? 感谢观看